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我们不希望只和大家一齐大事批评 政府、某机构或者某人对某事处理都不好 大家发释一番就算了 我们希望能够深入讨论问题的根源 了解问题的来龙去密 提出一些具体性的解决方法 还有建议我们每一个人 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能够令到这个问题真正解决得到呢 简单来说 如果你是那位负责的人 在当时的处境之下 那么你自己会怎样处理那件事呢 那么我们经常都会说 其实很多问题之所以拖多后 拖多时间都不可能 这其实我们根本还没有动作到个问题的核心 所以我们经常围绕这个问题到处 这个问题表征在讨论 最后很多时都没什么发生 没什么可以做到 那我们今晚讲的题目 其实是可以说 对我们过去曾经儿 讨论过三次ceral率 por- braa 多小时 有不同的中医界人士来说说香港现时回归10年,中医其实发展到什么地方呢? 我们当时也陈列了很多中医界,不是我们表面看到那么好的, 背后有很多人忧。 这个我已经说了六个小时,所以我们今天就不需要再重复了。 因为大家可以上网下来听,但这件事没有因此而罢休。 原来我们当时有几位各方面的协会的负责人,包括余虹超中医师, 他是中华古医药保存协会的主席, 还有龙玉平女士,他也是香港中医执业资格市权益组的主席, 还有香港注册中医师张士坤, 他也是香港关注香港中医药政策联席会的会议主席。 那他三位最近是上京,为中医请命的, 我们都很想知道, 这次你们三位去的旅程, 其实经历是怎样的。 我知道你前几天, 也都在香港开了一个记载指导会, 也都将你们的经历, 你们的诉求, 是希望重新再讲迟给香港人知的。 那或者可以先讲讲, 今次去的北京的经历是怎样的呢? 你们当时是用什么情况之下想去的呢? 我今晚有三位, 很多谢, 这个电台主持人, 邀请我们出席, 给机会这边, 让我们内心所感受的问题。 那我们总经之前, 已经曾经写信去中央, 各个部门都有我们心中所深受的痛苦, 还有诱恶, 还有很多方面的精神压力都非常大。 所以为了这个情况, 我们总经告一状, 未告一状之前, 我们觉得我们香港, 中央计计划了, 很多人都表面以为, 中央计划已经有传途了, 中央计划已经有出色, 又提出人头天, 都为我们高兴, 为我们祝福。 事实是否这样呢? 并不是这样。 一片黑暗, 并不是一片高明的。 虽然相经高于重, 又出于这个原因。 但是我觉得今晚呢, 你讲这个话呢, 面对中国这边呢, 好大的中国大陆各个省份, 都是讲普通话。 所以我觉得, 要面对这个话呢, 都是我选择讲普通话, 比较好些。 我现在讲普通话, 我普通话并不是讲得很好, 基本上讲得通, 我相信在全国世界上, 懂得听普通话的, 各位先生小姐, 甚至中央领导人, 各位领导, 各个部门, 聆听到我们的心声, 心内中的苦哀, 心内生所受到了严重的政治上, 政治上迫害和精神上的打击。 我希望把这个心声呢, 向全世界公开。 大家来讨论讨论, 我们综艺界是不是应该遭受不合理的情况下, 继续下去呢? 在我们综艺注册以来, 表面上看的是一片光明。 综艺界呢, 是很有前途, 都能抬出人头地, 今后呢, 能得到正式的专业地位。 很多群众所熟悉的朋友, 所熟悉的病人来看, 都为我们祝福。 但是, 在我们精神上, 跟许多的中医所感受的, 并不是这样。 我们不是处于一片光明下, 为人民服务, 而是在一片黑暗下, 来进行我们的服务, 为病人解除病痛。 在精神上, 我们受到很大的压力, 可以说是像孙悟空, 给那个金刚造主, 我们的行动, 得不到自由发展。 我们精神上, 没办法至终很好的为病人服务。 所以, 在我们的中医界的, 跟药节的这方面发展, 也受到很大的阻挠, 很大的刁烂。 所以, 中医界要复得全面的发展呢, 我认为是很大的困难。 前进呢, 受到很大的阻挠。 所以, 中医重要呢, 在香港发展, 是不是这样下去呢? 我相信, 在未来的四年到二十年之内, 中医就会受到灭亡。 因为, 在不合理的制度下, 我们很难生存, 唯一就是走到灭亡的道路。 我们几千年来的历史, 中医重要, 传统的, 精湛的艺术, 也会在人间告示。 我认为是, 我们中华民族的重大损失, 也是人民健康这方面呢, 也是带来重大的打击跟损失。 那么, 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民, 甚至中央干部, 应该不应该来正习, 来挽救, 这个未来不幸的局面呢? 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责任。 中央呢, 更加责任更大, 因为我们不是中央官员, 而是我们是普通的香港市民, 是一分子的中医界, 我们人力非常有限。 好, 我们认为说, 香港一定要走上有前途的光明, 更好的发展我们的中医药, 这方面的前程的话呢, 一定要依靠中央来成就我们。 因为我们是在, 在那个香港卫生局, 卫生署, 中医药管理委员会, 是书役的, 西医的势力范围, 所控制下。 那么, 在私医的范围的控制下, 有, 有没有可能很好的帮助我们, 发扬光的呢? 根据我们中医界的人, 大家都认为不可能。 好像日本人打中国, 有没有可能来爱护我们中国人民, 绝对不可能。 不惨杀我们, 我们拜天拜地了。 哪里有可能西医人很好, 全心全意来帮助我们? 绝对不可能。 再发梦, 也发梦不到这个情景。 所以呢, 我认为呢, 向中央告那个遗状, 是非常有必要的。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 商务经高遗状, 当然, 我们所面临的多方面的压迫, 多方面的分化。 本来在中国大陆呢, 是不论祖传四传, 走江湖的, 都是和平过渡。 和平过渡之后呢, 通过陪顺, 集体, 在一起讨论, 交流, 各方面共同提高以后, 全部归纳成为正式的医生。 医师也可以称为, 医生也可以称为, 没有分别医师跟中医, 跟这个医, 医生跟医师的, 这方面的分没有。 隔离可以称为医师也可以, 西医也可以叫医师, 也可以叫医生, 中医也可以叫医生, 也可以叫医生, 也可以叫医师。 根本无所谓, 地位名称是平等的, 但是香港不同了。 中, 这个中医没有资格叫医生, 只有叫医师, 中医师, 西医才有。 说明他们, 他们的地位比我们中医高等, 高一等, 甚至两三等。 那么呢, 现在呢, 最遗憾呢, 我们香港中医界呢, 严重稍得分化, 我们谈回来这方面。 他们用四五年的制度, 来考核中医, 看了有没有超过四五年, 商业登记, 或者什么证件表明你是真的, 超过了四五年, 那才让你就业, 才让你承认你是注册医生, 否则呢, 全部贬为表列医生。 你是相差两三天, 五六天, 一两个月, 那更不用说了, 全部列为表列。 那要你考核, 要你多方面的, 这个不合理的考试。 比如讲, 你是做顾三科, 我们香港叫, 是跌打, 那么要考虑外科, 副科, 俄科。 他们怎么知道, 怎么懂得副科呢? 怎么知道俄科呢? 怎么知道针究呢? 怎么知道内科呢? 顾三科就是顾三科。 在顾三科是他专业的一套, 这方面是顶挂挂的。 你考那么多, 肯定过不了关, 就贬为表列医生了。 那么呢, 真就呢, 你要考到顾三科, 要考到内科, 考到副科, 这天大笑话, 他也不会治疗其他科, 也不会接受那些, 跟他本业无相关的病人来看, 那你考这么多科干什么呢? 那么用这方面, 就使得你过不了关。 所以很多专业的东西呢, 他不能按照他的专业, 去展开的, 这方面的服务。 那就, 接下来就是表列了。 那么表列医生呢, 在一段时间以后呢, 根据卫生署的, 跟卫生局的局长所表示过, 到一段时间以后, 都成为淘汰, 不可能再给你们考。 他们也曾经表态过, 这么一句话。 那么表列医生呢, 可以成为未来的, 受淘汰的一群可怜的, 很悲剧的中医师。 在里面, 表列医生里面, 很多是六七十岁, 八十岁左右。 他的艺术是非常精湛。 那为什么成为表列呢? 那么西医这方面, 有没有表列医生西医吗? 没有。 为什么中华民族的中医呢, 一定要采取, 这个严重的分化呢, 我觉得是非常不合理, 非常野蛮的一种, 这种制度, 跟一种手段, 来破坏这个表列医生。 那么表列医生的情况呢, 等下, 由于彭秋医生来介绍, 还比较更加详细。 在我们注册医生呢, 是不是那么好过? 我也不见得。 我们注册医生, 有一些人都会, 啊, 我这次可以高枕无忧。 那以后很好的, 可以为人民妇啦, 我今后没问题啦, 不会像那个表列医生那么凄凉。 我觉得不解的, 是那么, 啊, 可喜。 我身为注册医生, 我在第一次都过了关, 但是我看到我们香港政府呢, 所制定的中医专业, 啊, 这个, 守则, 这个守则, 我们看的内容, 啊, 百多两百条, 用这方面的很多内, 内, 内幕的情况呢, 也念出我们注册中医, 啊, 包括, 表例医师在里面。 那么, 对我们中医界呢, 可以说寸步难以, 每一步都有地律在那边, 不小心踩下去, 那我们就要爆炸, 啊, 身亡。 那么我们得到法律的制裁, 会得到停牌。 我, 我, 我就要请问, 作为一个中医也好, 西医也好, 我们的命, 我们的命是什么呢? 是富有天者的命, 来在人间, 我们要很好为人, 人命服务, 不但爱护人民, 全世界人类, 同时也爱护所有的动物, 有病, 所有动物有病, 我们一定要爱护它, 跟它治病。 那并不是说, 中西医一定要采取什么, 好, 互相争夺, 互相战争, 我认为, 是错了。 中医跟西医, 都是历史战事, 是维权人类的健康, 维权人类的治病, 来奋斗。 我们敌人, 就是西井, 我们敌人, 是自然灾害的, 我们要怎么克服这个病, 是中西医合作, 来治疗, 这是我们神圣的任务, 并不是西医跟中医, 一定要兴起这个互相消灭, 我认为是, 绝对不应该, 也是严重的错误, 应该互相尊重, 互相爱富。 那么呢, 中医呢, 这个手这里面定下来是什么呢? 中医, 我们在香港过去呢, 就可以挂招牌, 我是看顾山科, 或者本地方叫自跌打, 挂了招牌, 还有自内科, 外科, 顾山科, 还有针究, 还有自知仓, 这是他专长的嘛, 但是现在不行了, 完全不行, 你懂得这么很多科, 只能写全科, 但很多市民搞不清楚, 什么叫全科呢? 这个医生, 懂不懂看顾山科? 不知道, 懂不懂看跌打? 不知道, 懂不懂看内科, 外科, 副科, 也不知道, 会不会懂得针究? 不知道, 人家都不敢来, 除非老病人知道了, 心病人一开不知道, 糊里糊涂, 那么造成了, 所有注射医生呢, 造成严重的打击, 生意一落千丈, 这是对中医的一种打击, 那么另外呢, 招牌也是这样, 也不准你写什么, 只有写顾山科, 或者针究, 或者全科, 那其他你看什么病呢? 不准写, 我曾经打过中药管理委员会, 问过他们, 不答, 他说不行, 你看这么多科, 只能写全科, 把我们归纳这么小的范围, 打我们是很愚蠢, 使到很多市民误导, 不知道我们是治什么, 我想问, 你才不知道, 我这个医生治什么病, 怎么会上去求诊呢? 所以你的病员呢, 病人越来越少, 生意越来越差。 好了, 那刚才张医生呢, 就再说一说, 其实这件事, 我们以前都说过很多次的了, 但我就想知道, 你们三位, 想去北京, 去为中医请命, 那北京负责人里面呢, 有没有问一下你们, 那其实你们对你们上属, 或者所说的问题呢, 有没有具体的解决方案呢? 譬如像张医生曾经所说, 其实这个是牵涉到个专业广告的, 就是准不准说买广告, 这个在外国都是争拗的, 在法律的, 律师啊, 牙医啊, 兽医啊, 医生啊, 其实这个不只是香港中医的问题, 香港西医都有同样的问题, 那你刚才所说的, 我们这样一步步说一下, 你刚才所说的问题, 是说表列医生, 和那个注册医生, 那这个是一种, 你认为一种被人分化啦, 是不是? 好了, 那你说了, 你想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给你做他那个负责人, 去到中国最高负责人, 有绝对权利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你说出问题呢, 那你应不应该说一下, 你想怎样解决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呢? 你正所说, 譬如, 表列中医, 和那个注册中医, 你认为应该怎样解决呢? 谢谢你的, 有没有想过? 医生的提问, 我认为这个看法是这样, 那关于注册中医这方面呢, 应该怎么样? 应该取消, 要过去不合理的, 定下来的中医专业, 这个守着, 因为里面很多是不合理的, 是很多条, 使得我们不知不觉会触犯, 那么, 刚才如果我一讲下来, 都会很长, 我现在举单单一个例子, 还有很多例子, 你会怎样解决? 我们现在有两类医生, 有表列中医生, 还有注册的, 你认为这两个分类是不好的, 是不公平的, 当然, 他们当时设计这个是有其原因的, 是吧? 因为始终早期的中医, 到底行不行, 没有人知道, 是吧? 你说, 每个人一次过, 你说你中医, 我就给你注册了, 那么, 你认为这个是否会更好方法呢? 是吧? 就是, 我认为就是, 所有的中医, 在香港行的中医, 都所有应该要历史过渡, 就是, 你用什么的原则呢? 总之说你自己是中医, 就可以了? 那你登记了的嘛, 你以前登记了的嘛, 你以前登记了的, 有些有收入登记, 你一路有挂牌行衣, 有登记了, 在政府登记了的, 那么, 你就一切历史过渡, 这个是历史问题嘛, 对不对? 那你的准则是怎样呢? 你是曾经在政府注册过的, 就是做过商业牌照, 以前没有的嘛, 是吧? 有一个商业牌照, 那其实他们现在有的, 不过, 如果你有做过15年, 那就自动做咯, 那你未做15年, 就要表列了, 就是, 过去的分歧是这样的, 也有原因的, 如果你做了一言, 那你自己说, 因为商业牌照, 所有人都可以做的嘛, 没有任何准则的嘛, 你说我做中医, 那我给钱买个商业牌照, 你说你自己是中医, 那就可以了, 其实就是这样的嘛, 是吧? 好了, 如果你用你这样的提议, 那这种情况之后, 你认为是OK的, 没问题的? 那这样, 我们应该看历史, 我们应该看中医的历史, 中医五千年来的历史是怎么行的呢? 所有, 中医来说, 你认为中医就是中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实际, 我举个例, 在以前来说, 那些穷乡辟阳, 很浓尊, 很穷的地方, 有一个人突然间, 生辣椅, 他上山, 拿了草带, 抹了抹了, 搞定了, 他就中医了, 你搞定了嘛, 好了, 譬如说, 在街边打小银的阿婆, 她是不是医生? 我个人认为她是医生, 她是什么医生? 她是心理医生, 我起码我在面前, 喂, 你跟我打小银, 打完之后, 我很舒服, 是不是生理医生? 成为注册的心理医生呢? 若你用你的圆, 这样的重择, 这件事呢, 终于, 所以, 这次我们上访, 我们见了这个, 中医育管理局, 国际司的司长, 我见到他, 他接变, 很谢谢他, 他就是白亡钟, 一抽时间接变我们, 那他就问我们, 你们香港人, 为什么香港的食物不是香港解决? 我说, 因为这件事香港解决不了嘛, 因为我们六七年来, 我们都向, 当地向他们说, 喂, 这样不行, 一定要改, 这样不行的, 那我们不听我们讲的嘛, 那我们唯有上访咯, 告诉中匠听咯, 那为什么我们上来, 告诉中匠听咯? 第一, 我们不为个人利益, 不为政治, 不为任何团体, 只有为国家稀有保密上来的。 OK, 那背后, 我们大概说了六个小时, 我现在想集中说, 每一个你们提出的问题, 最终最终我都想知道解决方案, 那你认为是否应该这样解决? 你认为呢, 曾经在香港, 在有个商业牌照, 说他自己是注册中医, 说他就足够了嘛, 你不用看他有没有真的做过的, 是不是? 你是不是用这个原则? 实在呢, 我说具体要做, 就是真的要做的嘛, 不可以说, 我要看他有没有看过人, 要看他有没有病人档案, 你需不需要呢? 始终你做的时候, 就是这样做的, 英治时代, 英治时代真的是这样做的, 好了, 你认为应该可以这样做, 你是否建议这样做? 好了, 英治时代是这样做, 这个, 即是香港开购以来, 百多年都是这样做, 未开购之前, 在中国几千年来, 都是这样做的, 好, 几千年来, 他没有这样做, 他说呢, 因为他不理你嘛, 你做中医就做中医, 他没有说一个政府注册的中医, 有个分别的, 有个分别的, 对不对? 那在当时, 在中国政府统治之下, 他没有注册中医, 那你就要做, 你整个牌照, 你就要做, 现在我们说的是注册中医, 你可以建议这样, 他可以做就行, 他不需要叫注册中医, 他可以做就行, 这是当时的情况, 当时是这样, 当时不是说, 我一去就成为注册中医, 因为没有注册中医这件事, 你是不是认为, 我们走回那里, 总之, 是人都可以做中医的, 其实你在说这件事, 具体上你说的, 我们不需要注册的, 因为医疗是人的基本权益, 我们不需要你一班专业人士, 告诉你, 谁做得谁不准得, 我亦都不需要政府, 告诉你, 谁能医得我, 谁不医得我, 我要谁人医, 就谁人医, 总之他用的方法, 就不是用有毒药的方法, 不会毒死我的方法, 他绝对有权利, 我要做中医, 就要做中医, 以前是这样, 以前不是说, 我要做注册中医, 因为当时没有注册中医这一回事, 你是为这个建议, 回回头, 不用注册, 你要做中医, 就做中医, 没错, 你是这样建议, 我认为是这样, 终于是这样行的, 终于是这样行的, 我终于贊成你, 我终于贊成你, 好了, 好好好, 我们以前, 六个小时之后, 我们听了你们六个小时, 当时我已经分析了之后, 我就有具体的解讯方案, 我不知道你们到时有没有听到, 我已经听了你六个小时, 最后我一个小时的解讯方案,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听到, 其实我其中一个建议就是这样, 现在医疗的问题, 就是用这个手为牌照, 来控制你们, 这个问题不是香港问题, 是外国已经有医生, 有西医界都认为, 我们应该是取消牌照制度, 叫delicensing medicine, 因为这个柴照制度, 就是给别人控制我们, 要我们怎样去行医, 用什么手指行医, 其实, 这种这样的licensing, 全世界是没有令到人的健康更加好的, 所以我们走这条路, 其实不是我们香港发明的, 在外国有很多西医界的人, 不是西方医疗, 都想用这条方法的, OK, 那就是说, 你应该是说, 是我上次所提议的, 应该不需要有任何注册, 都可以做中医, 但是, 亦都可以给别人, 去注册做中医, 玩这个游戏, 读他四年的所谓大学, 考他的试, 他的小孩子牙几时出生, 他记得了, 就有他考到够了, OK, 那,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 我认为可行的解决方案, 是吧, 因为, 既然我们以前有中医, 都是这样做, 有什么问题出现过呢? 不多, 起码不多, 我不能够说没有, 是吧, 起码一定少过, 当时的政府管制, 注册, 高水准的西医, 死人一定少过他很多, 所以我们绝对是没有问题, 可以走回这条路, 是吧? 绝对可以, 以前皇帝都接受了, 为什么不能接受呢? 你又皇帝, 不需要, 其实, 如果我们一样说, 如果我们走这条路, 其实, 你们以前六个钟头, 讲很多很多问题, 其实同时解决了, 是的, 你施成的问题, 就是解决了, 是的, 你就跟一个老中医, 比中医, 你有本事, 他有本事, 知道你做徒弟, 你认为他聪明的, 你就去做, 还有, 香港的市民, 他认为这个老中医, 他不需要注册, 他不需要表列, 我认为他可以, 有朋友给他看过, 家人给他看过, 他可以的, 他介绍我去, 我就去做, 对不对, 对不对, 作为一个, 生存在一个, 地球上的中国人, 这个中国人的, 传统的智慧, 不是因为有制度之下, 培养出来的智慧, 为何我们要用制度之下, 这个是民家的智慧, 即是说, 我们是不需要, 规定, 一定要有任何注册, 表列也好, 注册也好, 才做得中医, 如果我们走这条路, 以前说五六个问题, 全部加决定, 全部加决定, 我们应该推荐这个, 即是很具体的, 我们有足够理据, 是走这条路的, 你说有问题, 那么我们这么多十年, 香港开发这么多十年, 都是这么做, 你说出现了什么问题, 是完全说不出的, 那么我们用这个方法, 什么施承的好不好, 其实十几个问题, 你一次解决完, 我相信我们香港近老大行动, 我们会支持, 这是一个绝对可行, 解决到香港问题, 休息几分钟之后, 再继续讨论, OK, 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 去过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一个鞋, 在那些草地行走下, 这样,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 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 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已经有很多的客人, 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 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好了, 我们今晚, 就回来, 我们今晚讨论, 关于中医的前途问题, 我们今晚, 其实具体希望, 想到一些具体的解决方法, 大家在网上的听众, 很欢迎你们, 如果有兴趣参加这个讨论, 可以打电话给我们, 我们的电话是21341134, 我们的风烟热线是21341134, 那我们也有ICQ的号码, 是439457249, 439457249, 这个我们的ICQ的号码, 好了, 那我们今晚, 我们又请回余虹超, 龙玉平和张士坤的位置, 我们就希望, 刚刚刚说到, 其实, 如果我们了解背后, 其实很多专业的不公义的问题, 那个所谓, 一个我们叫做毒史这个问题, 其实在外国已经出现了, 就是造成医学界的垄断, 也都造成很多的学术的失存, 我说回我最近前上星期, 有一位朋友, 他也是自然疗化医生, 他是很专专医癌症, 他差不多是, 他整个诊所现在很大, 一万多尺已经发展到, 他说回一件事, 大概几年前, 他还有另外一位自然疗化医生, 他就想成立一个培训, 用自然疗化角度去医癌症, 他说, 我们要设立一个一年或者两年的课程, 给同行自然疗化医生, 学如何医癌症, 如果医生拿了这个训练之后, 他就可以正式医癌症了, 听真一点, 结果有没有人反对呢? 全部反对, 为什么呢? 他意思是说, 你医癌症, 癌症是一个这么重要的, 身死有关的病, 不可以乱来的, 我们的水准一定要高, 所以如果你没有接受过特殊医癌的训练, 你就不可以医癌症, 结果没有人参加这个项目, 其实道理很简单, 其实道理很简单, 我们为什么要由一个小绝的人, 医癌的手法, 认为你不符合我这个学术, 这个背景的资料, 你是不懂医癌, 其实我们医癌的方法多到死, 根本不可能说, 你学到这套东西, 你就有资格, 你没有学到这套东西, 你没有资格, 所以全个行业没有人赞成, 其实在外国, 经常说这个问题, 在我讲叫delicensing medicine, 即是说, 我们不应该有个牌照, 但当然, 如果你做个手术, 你当然要学了, 即是你要license你的skill, 即是某一种的情况, 譬如你说用开西药, 有毒药, 当然你要有个专门的训练, 你才可以做这个东西, 但不应该一个医生的牌照, 即是医人是有基本的, 妈妈, 祖母, 上代, 根本在家里, 就自己医自己, 在外国发展到, 如果你家里, 你妈妈, 遇到一个小孩, 又有病, 而用一个, 譬如, 阿士巴林去医病, 去这样做, 这个都是叫无牌行医的, 即是可以发展到这么方便, 如果我们想得通, 是一个很彻底的, 其实很多很多我们, 即是以前我们发现的问题, 是可以完全解决得到的了, 在法律上那方面, 黄岸言下, 你认为可不可以, 即是, 即是, 法律随, 有没有问题? 法律最混帳呢, 就是一定要律师才可以出庭, 哈哈哈哈哈哈 一样的问题, 是吧? 一样的问题, 其实很多人找过, 国内就是好事, 国内可以是公民去自辩, 以及委托一个辩护人, 谁都可以做,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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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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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以為有很多草草的病 其實應該是開放給人家 你沒理由說吃兩粒藥 其實我的藥丸是很普通的東西 在香港就在藥房買 我就去藥房問一句 原來去到英國買不到 毛比糕也買不到 他們是藥來的 他就要醫生處方 普通藥膏擦那些 其實是很荒謬的 我回到一個經驗 十多年前 有一個病人 他有一個經驗 他以前是嚥隱很厲害的 他接著去到一個地方 有一個醫生 他有一個中醫用針灸 他針灸在膝蓋放幾下血 他就嚥隱無阻 我說這麼厲害的東西 這麼簡單 他說他忘記了 那個醫生的名字 我相信他一定不是一個 受過正式訓練的 他不需要 他有這樣的技術 有這樣的祖傳 或者他鑽研到一個方法 是很受用 很安全的 在我們目前的法律之下 他不可以把這個服務 可以貢獻出去 就算他做 他有什麼可能會弄傷多少人 拆你幾下放你 假血 我相信最基本的 燃料消毒 大家都懂得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很多很多醫學上 所謂專業上的問題 其實都是這班所謂專業人士 是製造一個制度 拒絕減少的人數 他有控制的人數 最後主要是自肥自己 為自己行業得益 不是為大眾的健康得益 他並不是專業人士 這人是因為他不懂事 他以為自己是專業 他知道你中醫有多少 中醫有4萬6千多種藥 你懂得完嗎 所以現在其實中央 剛剛昨天都大大新聞說 是恢復私承 其實私承這個是很有用的 因為私承 他們是跟著一個15年的中醫師 去實習三年 然後醫院實習一年 就可以成為一個助理的中醫 其實現在中央都看到 中醫現在發展得非常之慢 所以現在要提倡 要將中醫藥好好扶持 以及發展 或者讓余醫師可以說一下 或者張醫生 我來說一說 最近為什麼 中央的停港中醫 還有兩地將親和也 特別是最近呢 今天報紙在幾件報紙就公佈出來 世代圖的這方面 這個說明什麼呢 這位問題是很嚴重 很嚴重的情況下 宣布出了這個宣言 那麼問題在哪 問題在過去幾十年 三十年前左右 中國自行的中西醫相接合的問題上出現的問題 而且這個問題越來越嚴重 嚴重到什麼程度呢 原因在哪 也是在這些中醫的過程 這個教科書裡面呢 就參加了西醫的這個課程 那麼呢 百分之七十 甚至是百分之六十 是中醫的 那麼其中的百分之三十到 或者四十是西醫的課程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 在教科書呢 培養出來的中醫呢 是不中不西醫 中醫沒有完全掌握到中醫的全面的知識 而且在中國的各個省份 都有很多各家各派的 很精湛的藝術 在醫學院學不到 那麼你在加上的西醫課程加上去呢 中醫就學不完啊 是吧 怎麼在補充在西醫的知識裡面 所以呢 西醫這方面呢 它也是半桶水 中醫這方面也是半桶水 就是造成不中不西 造成呢在中國大陸呢 出現很多問題 用中醫的方法來治 治不好 好不用西哦 西哦 乾脆不來西 學西就更好了 我認為這個方面呢 造成中醫的逐步退化 逐步尾數 也省至了以後會走上滅亡 是很危險 所以中國呢 現在發現這個問題 是中國老專家 很多專家跟我討論過 跟我研究過 交流一下 我贊成了 一定要恢復 幾千年來 師代徒的制度 父親叫兒子 爺爺叫孫子 那麼由是 祖父或者父親 在傳授土地 就私成的這方面 我認為這個是非常可貴的 可以培養很多 非常好的人才 來繼承 中華民族的傳統藝術 這是很重要 所以我認為中央呢 發出這個宣言 要這麼自行 我非常擁護 非常支持 希望在香港未來 也可以實現這步 否則呢 我們終於 即將滅亡 很快在10年到20年之內 完蛋了 剛才所說的問題呢 我們剛才想的方法 其實已經解決了 我們不需要阻止人 你認為中西合璧是對的 你要中醫科學化學班 那你就去做了 我不會阻止人 他認為這個方法是對他的 不重要的 總之你不要阻止其他方法發展 我們剛才說這個策略 即是說 我們是不應該有這些所謂 發牌制度 才可以做到中醫 其實已經解決了 我們不用再擔心了 他要浪費 然後掛加價錢 去玩這個中西合璧的遊戲 他要用這些錢 去發展這些名牌中藥 在外國推銷 像日本那樣 把抗藥發展 最終目的就像成日發展 做大生意 沒有問題的 因為你做你的事 但你不要給中醫 另外一種發展 就是用那個司徒的制度 我不用考試 你給我考當然好 但我不需要考 都沒有問題的 因為中醫那麼久 都是這樣做的 所以你曾經說的問題 已經不成問題了 如果我們做到這件事 其實就已經不成問題了 好了 具體一點點 再想一想 就是那個表裏中醫的問題了 表裏中醫的事實已經在這裏 我們其實之前 我們都上來幫我們聊天的 余國偉 其實他挺好的 他是一個香港中醫師 權益總工會 那個主要主席之一 李市長 他就有一個立場書 還有其實他有一個具體建議書 他在這方面 他就說 其實這是可行的 十五年過度 特准註冊 他意思是 我們註冊 那個中醫師 其實當時的準則 就說你做過十五年 是這麼簡單 好了 他說 我們現時很多表裏中醫生 如果他做過十五年之後 就讓他順理成章成為註冊 原則是一樣的 是很公平的 只不過他是遲少許的審議 你早少許的審議 其實是一個很公平的安排 他當時就這樣建議 其實在某程度上 可以這樣做的 我想不到你又不可以這樣做的 只不過他可能 分別就是 有些人遲些開報 有些人早些開報 OK 好了 對香港人不會有問題的 這方面不會有問題的 這方面不會有問題的 我先清理一下 我們說 各人做各人的事 你喜歡中心合璧 就讓我們玩到夠了 你喜歡玩博士制度 現在很多中醫 我懂得讀博士 讀碩士 他喜歡玩這個學術遊戲 不需要阻止他 他有他的權利 為什麼你那套最好 你不能說我私誠是最好的 你沒有科學精神 他沒有科學精神 你那套就不行 他還沒做過這件事 我們不需要阻止別人 玩這個註冊中醫遊戲 他認為我讀五年書 讀四年書 我讀識了西醫那套 我認為我會成為一個 更加好的醫生 沒問題的 這是他的權利 我們不需要阻止他 那麼 比例中醫的話 現在的事實已經變成這樣 你一不就完全沒有了 一種做法就是 比例中醫 變回了註冊 這個可能比較上 有些牽強一點 有些人真的不行 那你怎麼辦呢 現在 余國偉醫生上次的建議 他說十五年 你註冊到十五年 你做到十五年 你告訴別人 你有文件顯示你是做了十五年 到十五年之後 你便自動成為註冊 這是一個很公道的安排 很公道的安排 有些人我認為 註冊中醫厲害嗎 我不做 我繼續做表裂 你有本事的 你認為可以的 這些學術中醫不是我這一派 我便繼續做表裂中醫 我厲害到死 但我硬是不做註冊中醫 你的選擇 有什麼問題 就是說我們可以給中醫博士 中醫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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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療 什麼都沒有的 你搞出事 那便刑事採取 不公道而已 你認為我不需要註冊中醫的 所謂的那一輩子來保護我的 我做我的事 我獨行學 我厲害 沒有問題的 這個絕對應該這樣做 一個很公平的社會 我認為中醫的註冊 是這樣就解決了 不用再說不用再贊 你所提出的問題 其實這就解決了 菜刀是人都買到 但這個給你切菜 你去砍就怎樣 菜刀鞋都買到 就是這樣解決了 OK 大家同不同意 其實我又覺得這樣 因為你剛才說 等他們各自發揮所長 或者別人喜歡選擇表例看 其實現在最終的解決 是未解決到 他們要等到15年後 或者是他剛剛只有10年 5年後才成為註冊中醫 對他們來說 都不是明不正 即言不順 那你當然要給一個註冊醫生 中醫給他們的地位才行 那你現在如果要解決 就即時給他們 因為我們根據基本法 是50年不變 首先中醫管理委員會 衛生署已經破壞了這件事 香港以前在港英管治的時候 百多年 中醫是沒有任何大的醫療事故出現的 是現在回歸之後才有這麼多苛刻的條款 去卡這些中醫 去限制中醫而已 如果現在應該這樣來說 即時全部以前是行醫的中醫 都一律給他們成為過度一個註冊中醫 我覺得才是合理的 因為50日不變 以前是沒有註冊的 不變就應該沒有註冊 不是有註冊 你有註冊就變了 大變 沒有註冊的 誰人都說自己中醫 就立即變註冊中醫 這個大變 如果你要這樣說 那我是博士 博士中醫 那誰人都可以做 那沒什麼意思 你最終就說 你畫別人那套 西醫學了 中醫就什麼都不懂 這些大學畢的中醫 沒有了道 既然你能夠畫得這樣 你有了道 你爸爸教你 你認識一個人教你 你有了道 你就給別人看 你就給香港人看 給你的病人看 這個很公平 你不能夠說 你有博士學位 我沒有 你給我博士學位 你自動給我 這個很不公平 不是說自動給 而是他在回歸前 已經是執業 是一個中醫 是市民共同認為 他是一個中醫 但是現在 要被別人冠意 一個名稱 幾千年中國 都沒有一個名稱 叫表列中醫 你現在根本上 他已經首先破壞了 這一點 以前是沒有大學生 沒有博士 沒有PhD 你不可以說 你以前從來都沒有 這些學術的東西 以前沒有專業律師 如果你真是認為自己是有料的 你是可以經得到的考驗 你不需要掛這些這樣的虛名 那就叫做就這樣中醫 要不就不要叫表列 對嗎 人家是表列 你不可以叫他不要吵 你不應該 這個政府 冠意一個名稱 是叫表列 就這樣中醫 為什麼要別人有 你要把別人取消 其實問題是一樣的 你沒有 你就說不服氣 你有 因為最終最終 我們經常強調 中醫 真真正正的中醫 不是一定要求學信 你自己施受 一個名稱 是可以靠到的 如果你真的深信 最終最終 那個判決是 病人看不看你 不是你掛什麼的塔 掛一個霍氏學 多少霍氏學 是做research 跟做醫生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個人去做這些事 這個整個社會文化 我們學術界的問題 我們香港人只懂得掛個學位 以為聰明 國命是出眾辦法 要知道大學 起多一些大學生 整個社會有很多大學生 有什麼用 沒有人會做事 作為一個病人 其實我根本就不會表列 中醫註冊 中醫還是什麼中醫 最重要 我第一個最關心的 就是你治好我的病 不要那麼貴 沒有錯 我很贊成你這個說法 令人只相信你沒有辦法解決他的病 但是如果這樣 將會有很多 叫做中醫的人在 如果我有病的話 我想找中醫看 我從很多不同的中醫生 就要來選擇 例如有五萬個醫生 選擇一個適合我的 對我來說是非常困難的 連找五萬個名字也非常困難 當時如果所有人都可以叫中醫生 其實只要有一個很透明很公開的制度 就是他們做過什麼 懂什麼 醫治過多少人 醫好率是多少 如果你有這些東西在 我不介意 所有人都變成 以後只有一個名稱 就叫中醫生 但這個更加難做 很遺憾 你就註冊 你就吵吵 你都站著做這個 要不然這樣 你用誰說 我說是嗎 我怎麼去審核你 這樣行不通 很難做 這是很難做 不需要的 我有些想法 其實這是完全通的 你看過 不洗牌 因為以前我們有城寨 我們小時候 普通人 沒有錢去看醫生 去到城寨看牙醫 特別是牙醫 貴 便宜很多 我們很經常去光顧 好不好 其實人傳人知 哪個醫生好哪個醫生不好 因為以前有個城寨很容易去 如果你說現在很簡單 有個島 我們可以搭船出去看醫生 不用排 你怕醫死了就不要去 但可能依然會有很多人去 因為有人說好就去 可能真的好 我真的不太記得 因為小時候我看過幾歲大 那時候那個什麼醫生 毛牌醫生 那時候可能是有些國內的醫生 西醫來的 真的在那裡行醫的 而他是沒有招牌 一定都是這樣的 北角的舊 是不是有這樣的現實 有的 有的 是英聯邦的醫生 是 類似 他真的 我不是這樣看 我小時候看過西醫 原來看過這些西醫 窮等人家 其實人傳人 那個醫生好 這樣就可以 後來聽過 那個毛牌醫生 但毛牌醫生沒有什麼貶義 其實說那個醫生好 不過毛牌 毛牌不要緊要 好就可以了 毛牌也有人看 街坊學會告訴你 是好的醫生 不是靠牌 現在的時代變 就說 整這麼多大學 那這些大學生 大學醫生 他就要保護他們 所以就整個制律出來 要淘汰其他人 你看看專業 甚至學者 大學問家 以前是沒有大學讀的 每個人都是自己看書看回來 大學有就是兩三百年的東西 即是我們現在古代的人 那些最擅長的人 全部都不是到大學 以前的名醫 是不是學校出來的 不是 當然 醫學也不是大學 是明醫、惡美中、慈學的 惡美中 是一代中醫 有名的 明中醫 第二天可能什麼東西 明醫生都要哪間大學出的 其實這個意思不是這樣的 還有一個就是 你說司徒制 其實所有行業 就是一、二十年前 律師、會計師 可以是中學生做到的 其實現在還有這個制度 你說律師 律師這麼厲害 現在學歷這麼高 最少都大學畢業 有一個Degree 不是的 現在還有這個制度 很多行業都有這個制度 你只要入了一個行業 做了幾多年 然後考過市 就跟大學生考過一樣的專業試 而你考了就立即是 是公開的 所有專業 其實還有一些 但有些就沒有了 開始淘汰了 等於醫生都是 如果你說要公平的 我不管你是讀什麼大學 還是你自己在家學 還是跟個人學 自修 我總之一個試 所有人都考一個試 考一科 第一科 考兩科 考九 就是醫生 都可以的 就是這樣就是公開 他現在最不好 就是用一些專業制度 其實就是騙人 所謂的專業 騙人出去 不讓別人做 就是他們的制度 根本有目的 淘汰絕大部分的 定立一些的 學意的知識 就是淘汰你 總之 就亂斷整個醫療界 其實我們一走到這條 我們叫做 Delicensing Medicine 在外國很多西家 非排招法 不需要排招的 聽說我自然療法 需要什麼License 不知道做得多好 在外國有License 那又怎樣 是不是 其實真正正 說真的來講 其實很多問題 是專業做出來的 OK 畢業專業都是 西醫專業 律師專業 中醫專業 都是這樣 本質也是這樣 所以怎樣打破這個疆局 其實下這條路就行了 為公平一點 為大眾去想 就不是專業去想 好了 做了一點點 要看到 譬如考試制度 我覺得OK的 就是考試 有些人是很懂考試 有些人考試很差 有些考試 就是不懂做醫生 我認識這些人 他學到之後考考了 從來不會做中醫的 從來不會做中醫的 但他考了試 就花了牌 這些人我大家都認識的 OK 所以 始終 我記得在大學的時間 我在大學裡面 曾經看過一份考試範圍的書 就是講蘇聯的 原來蘇聯中學有一個物理的考試 好像會考那些 但是中學的 很簡單 他一百條題目都在那裡了 雖然你知道那些內容而已 一百條題目公開的 那你有種沒讀完就行了 一模一樣 你不做兩千個題目 好像阿余 其實他真的想過 他說考試範圍可以 你就固定考試範圍 列出標準答案 你認為他不夠 你就整個一萬條 總之你需要他認識這麼多東西 你就清清楚了 不要叫人來猜測 這個世界 知識的東西是沒有共進的 你當時有一個懂讀書的 懂考試的 過了關 不是代表他成為一個好中醫 考試考得好 還有他將來做歌事業好 完全是沒有爛爛的 全世界所有行業都是這樣 所以他提出這個 固定考試範圍 列出標準答案 我覺得是非常之好的 我不是想你不認識東西 我又不想你懂得對的東西 那就告訴你 你需要懂什麼 一千條題目 你就讀得夠了 即是不用有心理障礙 你自己去學習就可以了 好了 還有他說 開放考試權力 延續中醫的傳統 我覺得是應該的 有些人是喜歡考試的 有些人認為考試試我行不行 這個權力應該給別人的 你便可以弄難一點 大家都一樣罵 包括讀完大學的中醫 一樣要同樣考 你要幾難到公平一點 大家考的難事 你便做得難 你畢業之後 都不是等完你可以做得 在加拿大的脊骨城醫科醫學院 就是這樣的 我有一些同學 讀完之後 留班之後 讀了五年之後 再考一年不行 兩年不行 三年不行 沒得做 就是這樣的 即不是你等於大學畢業之後 這是自動的 現在西醫是這樣的 你大學畢業之後 你就自動去做的 大家有本事的就是可以玩考試來鬥 你要考到的 那我成為註冊 沒問題 即是絕對是公平去做 英國如果考大律師牌 律師牌是一個獨立試 是香港將那些事放在大學裏面 那我唯一位 你知道大學裏面 其實你可以是自己自修去考 即是讀了少少課程 總之你有中學畢業 那就可以去考這些專業試 其實英國大多數專業試都可以這樣 例如是就這樣考 現在的人 醫生說是呀 終於是呀 你設了幾個標準 你初級的醫生 你考完之後才做到 六畢業你又可以跟師傅 跟了幾年之後 你就又可以 這個這個什麼 做你中醫 跟著你喜歡考的事 沒有西醫科科目的 你喜歡去考試 那你個別又考鐵打 好針國就考 現在新的例子是這樣 現在是這樣走的 剛剛出來的 新才出爐 那其實很多其他的問題 譬如現在中醫委員會 他的問題 其實不會成為問題的了 因為我不再受理管治了 不用再理會了 需要不需要成為一個新的中醫 香港中醫藥管理局 其實這個問題是不重要的了 知道嗎 始終人為的 人為的這些這樣的管理局 其實會出現同一個問題 即是換湯不換藥 你整個香港中醫藥管理局 那你選什麼人去呢 你用什麼方法呢 你說我要公開選 我們好像余國偉 其實也有說的 他會公開選 OK 他說 但是 可以的 即是公開選 即是所有表列中醫 表列中醫 都可以共同選舉產生 都一個可行的 即是會現在的 為委會好些了 但是 我們的解決方案 是更加全面了 這些事情都不成為一個問題了 因為我不需要受理管轄 我都可以做我的中醫 就可以了 OK 好了 我有電話了 電話 有位李小姐 是嗎 你好 你好 其實一講來說 很多制度誇張 你講 請 我想講講中醫委員會 我覺得這個中醫委員會 好像是有一群 完全對中醫中藥 不了解的外行人 而且他們很黑暗 即是不會說去公開 即是在立任何法例之前 不會公開去諮詢 即是有關業內人士的意見 即是發現立了法之後有什麼問題 他們都不會去改 即是聽到一些反對的聲音 他們不會 我又要求政府要盡快將中委會裡面的委員 現在業內公開投票選出來 嗯 這個我曾經都提及了 因為這個說法 余國偉醫生 其實已經有一篇文章 是立場施設很清楚的了 其實我們應該是要全體註冊的中醫 和比例中醫 是共同產生選舉的 選舉產生的 這個合理的 其他私承的自己做的 當然不要選別人 別人管理 你選別人做什麼 其實這個問題解決了 我們剛才想的方案 其實也解決了這個問題 這個不會一個重要問題 解決了 簡簡單單 一一一一一 我覺得是很騙殺了中醫的生存 即是變成了 好像控制某幾個人的身上 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恢復香港以前的中醫 那個地位 即是你不需要 拿它任何的牌照 你都可以做中醫 不過你不要叫自己做表裂中醫 你不要叫自己拙殺中醫 這是很合理的 你不是就不是啦 你做中醫就做中醫 當然你說自己是私承的中醫 這是沒有問題的 你以為這個 其實都解決了你 其實我昨天看電視新聞 其實國內都不斷在改進 改善著 即是將這個傳統裡面的中醫 即是促進了 但又不會偏離了 即是不准別人的傳統 私承 不准別人用一些途徑去學到 即是不會限制住 總之你有料 我們就不想說你不准做甚麼 不准做甚麼 我們只要說你准做甚麼 其實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 是的 即是一個很積極的做法 你准做甚麼 這是基本的人權 你可以醫人 你可以幫人 這是基本的人權 你不需要說你不准做甚麼 即是不可以說去滅絕了別人 沒錯 那又很簡單 即是一向我做法 你不需要一定要拿牌照 才可以做醫生 這個是西醫界 在外國已經有人提倡了 多謝你 多謝你 好了 是的 這個李小姐 是的 這個李小姐 其實袁醫生 我也想補充一下 其實我早前回到廣州 跟一位廣州醫學院骨霜科的主任 聊過 他都說現在其實這些中醫大學生 其實他所持的是想是商證畢業 甚麼是商證畢業呢 一個是學位的畢業證書 一個是真真正實踐回來的勞動證 他跟我說現在骨霜的部門請的大部分是在實踐中學回來的 跟師傅回來的出的勞動證 他多數會請這些人 為甚麼呢 他說這些才是從實踐那方面 他得到他真的要去跟別人針灸按摩推拿回來的 是吧 他說因應有些需求 所以他都會請大學畢業的學生回來 只是點注一下 好啦 其實我剛才講的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解決了 我覺得我們香港是有權力成為世界的領導地位 包括領導中國的中醫應該怎樣行 我們應該想到更加好的方案 這個其實是一個同樣的問題 你也要有一種這樣的規限 有一種要考試 你也一樣用考他那個 不是考他學術方面 考他其他方面的問題 我們那個方案其實已經解決了 這個問題是不再出現的 我也想補出一句 這些大學畢業生 他進來做這個部門 他始終他每天都要考一些勞動證 他們才可以 所以我們那個方案比他更高一層 是的 李小姐 在紫上別學的東西 OK好 李小姐你好 你好 李小姐 各位小姐你好 你有些什麼 我知道想說關於中西互補那件事 因為中醫我們都知道 其實它是一個很遠遠流長的學問 但並不代表它是一個很舊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社會越進步 我們就更加需要中醫 我們都取代不了誰 其實他們都是需要 大家一起去解決 當前的問題 或者人類共同的問題 這個說法 其實我相信沒有人會反對 但是實行方面你怎麼實行呢 他都會贊同 互補不足 好了 大家要好一點質素的 好一點質素的西醫 好一點質素的中醫 所以有這個中醫制度出現 你剛才說這件事是不會有人反對的 其實不要說中西醫 只是實行上 是的 你怎麼實行 你怎麼令到這個出現 因為現在的中醫 我想知道大家自從中醫管理委員會成立之後 就是規範化 我會想說 去栽培一些新的新力軍 或者中醫界的新力軍 我覺得他的方向很不適合 因為所謂的cross over 大家都已經有相當的實力 譬如說我對西醫的東西已經有相當的認識 我才可以在這個時候 在這個基礎上學習中醫 然後中醫也是一樣 我應該在中醫的基礎上 已經是非常鞏固 非常紮實 的時候我才去學習西醫 這樣才可以起到一個增長的作用 現在大學裏面的制度 因為設計的時候 我覺得設計者就沒有這種想法 他就一開始在大家 學生都還沒有有任何基礎的時候 就已經將兩樣東西混在一起 可以在一起 他不會製造到很好的中醫 也製造不到很好的西醫 或者他製造出來的那些有西醫基礎的中醫師 根本他的中醫的實力是不紮實的 始終你學什麼都好 有一個起點 你說要他成為一個很結實的中醫 可能是二十年之後的事 他不是二十年之後才學西醫的東西 你採取所說的那樣東西 你不可以在他一開始的時候 你就已經令到他成為一個不純症的 就是我們都在說學習 我們一定要打妝也要打得很實 你不可以一打妝的時候已經在挑花了 我們剛才說過的方案 其實已經處理了這個問題 譬如你認為我不想去大學裏面讀中醫 因為大學裏面中醫 現在我們前一半都提及 在中國現時的中醫課程 三十幾%是講西醫的基本醫學課程 大學裏面是講五十五十 其實我覺得你喜歡走這條路 我覺得不需要阻止他 你說什麼時候才成為一個結實的中醫 這是沒有辦法決定的 沒有人知道的 但總之我們的方案就是 你要這樣做絕對可以這樣做 你認為你什麼時候夠結實 那你就那時候去學 明白嗎 你不可以限制別人 我想在中醫方面 更加紮實才學習西醫 但現在的制度不容許你這樣 譬如說我想有師承的制度 譬如跟師傅 然後到一定程度 可能我去到碩士的時候 我才去學習西醫的東西 然後才把西醫的知識 加到我原有的知識上面 但現在的制度是不容許這樣 所以我們剛才提出的制度 就是廢除牌照這個制度 那就解決了 解決了 你剛才所講的顧慮 那些問題是完全解決了 OK OK 謝謝你 其實還有一個很大的地方 我講到中醫也有中藥 也有中藥 其實我們以前都講過 現在的註冊中藥 結果問題就成五萬人在等著註冊 才付4千元 竟然才付3萬元 問題到底有沒有這樣的需要 這個問題怎麼解決呢 你看整個中國的方案 其實都是想過這件事 你看報紙裏面所講的 備忘錄裏面 中藥材的產量 保證中藥材軟片製片的質量 保證中藥材製片的質量 其實這些是一個 可以這樣說 是董建華時代 其實在說這件事 還有我覺得都是一個問題來的 知道嗎 因為我覺得你將質素加強它 是不應該反對 但我覺得你不應該 有一個制度 是令到別人 我不想玩這個遊戲 就不准做了 其實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不單止是中藥行醫方面的問題 其實中藥方面 其實這些所謂註冊的制度 我告訴你 是壞處多個好處 我覺得在解決方面 我覺得一樣採取同樣的手法 你要註冊我給你註冊 你認為你註冊之後 然後市民對你有更加信心高一點 你就在你的註冊牌子上 你的藥就寫下 經過香港政府註冊 但你沒有註冊的 你不應該說你沒有註冊 不應該賣 因為沒有註冊 不是代表它有問題 有這麼簡單的道理 好了 大家做了些什麼 中央上面那方面 他們有沒有特別的回應 有 中央很支持我們的 其實剛才我們所說 只不過我們有一個理想 醫藥的大同 是一個理想 始終在這個社會上面 一步步不讓你這樣走 不讓你這樣走 我覺得 如果香港搞定了中藥管理局 你可以制定的東西 更加寬鬆 那就更加好 如果你說 總之你喜歡怎樣做 打橫就行了 好像很多市民必須接受 我不是這樣說 市民有一個選擇 我們不是廢除 不應該有藥物管理局 我絕對沒有這麼說 你可以用最高標準 用西藥的標準 你也可以玩 這些遊戲你可以玩的 你認為我這樣做了這件事 我投資幾百萬 將你的忠誠 搞定 我在外國市場行得通 你可以做這件事 沒有問題的 我絕對沒有說你不應該這樣做 你可以這樣做 我以為不應該做 我不想投資幾百萬 玩西藥的驗證 我就不可以出藥 這是一個問題 因為過去有很多藥有假藥 西藥有很多假藥 注冊之下也有假藥 有藥廠的建制 也有假藥 所以這個問題 不是這個層面解決 就是欺騙的問題 人的欺騙行為 不可以用法律去解決 這是用教育的方面 是我們人的意識 市民的意識 消費者的意識 所以其實問題是同一個道理 我不是說 你不應該有所謂政府註冊 檢證過的藥出現 你絕對可以 但你不應該同時 就說你其他人不可以出藥 我理解一下 袁醫生說的 即是說 百花齊放 各自可以去做 但其實我們現在說 是目前 如果我們都可以有一個 另外一個 很好的方法去解決 是嗎 袁醫生 或者你都可以說 你以為有什麼更加好的 你成立了香港中藥管理局 你制定的制度 你可以制定出來的 你喜歡讀師不讀書 你喜歡跟師傅就跟師傅 我自己想到辦法出來 都可以的 你給我看 你證明到那件事可以 你就是中醫 我覺得中藥管理局 將來要做這件事 就是做這件事 就是他可以做這件事 他們當然不想做這件事 因為你看開放 他們沒有權力 整個問題就是這樣 你什麼什麼委員 他要拿權力 你這樣他就沒有權力 他就管理不了 但問題是 最終得意的人不是他們 我們要得意的人 是香港的人 香港的病人 剛剛我們就要脫離西醫管理 我們終於要管自己的中醫 不用被人管的了 我剛才所說的 連中醫都不用管 因為現在有中醫管理的 你都不開心 你不覺得他管得你不好 那不是管的 你說中醫作為一個象徵式的監管 比如英國有黃金 實在是不敢管你的 實在是你可以管的 你可以管的 不過你管理要管那些東西 OK 他也可以管 我再回應一下 剛才你提出的方案 是說走回十多年前 在英國知名地統治下 那個時候是自由發展 包含他 不是衛服 我明白 你說包含在裡面 就是你可以哪一個製造 就可以看病 你認為你是中醫 可以製 顧三科 你就看顧三科 可以那一科 你就看那一科 從來沒有香港政府沒有交涉過 而且沒有發生過醫療事故 非常順利 那麼很多病人新养他 病人也多 那個醫師媽媽夫婦的話 病人就少 沒有醫師的話 沒有人去看 自然而然受淘汰了 所以這個自由發展有個好處 那麼現在要走回頭 也沒一定困難 因為註冊已經產生出來 人民印象中會說 哎呀已經註冊了 為什麼要取消他呢 哎呀沒有規管 更不好 好壞分別不出 是不是 我認為這一點 你這個理想是非常好 我絕地不反對 是支持的 那幾千年來都是自由發展 很多名醫 就是哪有宣傳 哪有注射意思給他 沒有啊 是吧 你要稱為尊重他 藝術不錯 就找他去看嘛 藝術不行的話 沒人找他的 是不是 這是肯定的 這個自然規律的發展 就是這樣 那麼呢 你走回頭 我認為在目前的時代 是有一定困難的 不是走回頭 你聽真點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要將那個基礎力 挖過去 不是由這裏 退到那裏 我說呢 由這裏 拿到那裏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的分別是這裏 很清楚的 香港政府呢 由這裏拿到那裏 基礎拿到那裏 就不是這裏 退到這裏 就這裏發展 就是這樣 我跟你講 這個不是回頭路 香港政府 衛生局 衛生署 允許不允許 走回頭路 這是絕大的問題 因為這個不是回頭路 不過這不是回頭路 實際上也是回頭路 實際上也是一樣 他們反對原因就是 既得利益的權利的鬥爭 它真正的反對原因 我們的立場就說呢 你有什麼原因 你說到這個對香港人 是會更加差 有利益的 即是我們的立場 是為香港人好 要解決香港醫療問題 不是說那班那些專業醫生 註冊醫生 為你給你一個壟斷的市場 我贊成你的建議 不錯 我贊成 這個你可以解決到 很難解決 很難負得他們通過 因為他們呢 是凌駕特首的 凌駕中央 因為一國兩制 他們誤解了 一國兩制 我們可以做我們這一套 國內是做國內套 國內政府中央也好 無權來交涉我們香港的 一國兩制的問題 所以他們可以亂來 可以欺壓這個中央也可以 那麼你提這個建議 就是美好 百分之百好 它不執行你 就沒辦法 我們的目的 就不是討好他們 我們的目的 為香港尋找一個出路 解決香港的問題 香港出路這個節目 就是深入了解的問題 是找出一個出路 我明白 我這個出路不只是為香港 是為中國 為全世界 我們香港絕對有能力 傳為世界的領導的人 不是要抄襲人家 不是人家這種無謂的 多餘的 陳舊的 不行通的法例 我們抄襲人家 你這個方案 你解不解決香港現時的問題 你有辦法去解決 我們認為我們絕對能夠解決問題 是多於你能夠 那麼香港人要什麼呢 香港人要解決香港現時的問題 我們是說這件事 我們不是說要保護某種專業利益 很簡單的 那麼現在我們本來講回頭好不好 我最近呢 上北京 那麼上了北京之後呢 那麼中 這個在人民 這個文匯報最近在那個 2007年 10月29號 整個香港知識武衣知武衛報 采訪衛生部副部長王過強 接受本報的專返 中央停港中醫 兩地將簽協議 那麼在下面的那一段呢 就是五種一錘定音 中醫不废個人昌 那麼從這點的精神上來講 是非常驚人 也非常使得中醫界非常整份 因為這個呢 整核整個香港中醫界 也整核香港市民 這個建議呢 可以說得到中醫界一致的擁護 那麼現在呢 為什麼中央停港中醫呢 肯定我們香港中醫界 遭受很多不平等的待遇 那麼才有停 我們香港中醫 希望中醫人 從今以後能抬頭 見光明 不用在黑暗中 這個無奈何之中 那麼今天呢 我覺得中央有這個 發出這個很尊嚴的這個宣言 是知道我們的擁護跟支持 那麼香港政府呢 能不能真誠來執行這種精神呢 我認為要看香港政府了 要看首先看特首 我們真誠前的 他今後的行動是怎麼樣 第二看衛生局局長 這個 我們香港更好大行動 從頭到尾都說了一句 不要再靠別人 不要再靠別人的領袖 香港的政府 你自己做些事 你想到一些具體方法 報紙所說的全部是空談來的 為什麼去去什麼呢 全部是空談的 我們說是說實在有些什麼做得 我們要做一下 我們具體做些什麼行動 如果香港人跟 香港人有福分享 如果中國跟 中國就會好 世界跟世界就好 我們不需要再找那些特首 去等別人來做 我們有具體做的事情 而這件事是一個箭頭來的 這個箭頭一睹 其他事情就發生了 我們每一個人有這樣的力量 為何我們經常都要等別人來做事 說別人的問題 那麼你自己怎麼做呢 為何不去想我們怎麼做呢 我們要很實實在在 一個這樣的方案 就什麼問題都解決了 不用再花那麼多時間 不要再浪費時間了 那麼袁醫生 是不是包括我們 在01、02年 在香港 讀這些中醫兼讀製的學生 讀完之後 都讓他們去行醫呢 去執業呢 有什麼問題呢 即是你們都贊成是我們 不用理他們那麼多的製爪 早知我們讀完 我們拿到我們的筆誼證書 我們就可以行醫了 不用拿筆誼證書 可以了 有詩書成 如果是這樣 我們絕對贊成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想學耳自容 這不是一個理想 這是曾經實行過的 這不是一個空談 這不是香港經歷過幾百年 為什麼這麼簡單的事 我們都這麼辛苦 港英管治的時候 是完全沒有規管的 不是香港人的利益 香港人出來說是香港人的利益 香港人要好就做 香港人的好事就做 不要想一下別人想 上面說什麼 上面很厲害嗎 上面做什麼 中國的中醫的問題 一樣是這麼多 你看回大陸的報導 大陸的中醫發展 一樣是一塌糊塗 為什麼我們去找他救我們 為什麼我們不讓我們去救他們 為什麼我們做不到這件事 我們去教他怎樣解決問題 現在大陸的醫療界有多少問題 你搞越和 我們為什麼向他們去講 他向我們學習 我們想一下我們怎樣解決 具體去解決 一枝箭了一督就串 OK 現在回來了 我們呢 很夫子的 阿元醫 阿元醫生 其實你說你那個可能是一個主觀的願望 客觀很多條件是做不到 因為怎樣呢 譬如主要和未註冊表列的已經是分別 第一 他們不可以開病假指 那你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他人會不會來看這些表列呢 第二 你現在很多保險費 就已經是一個問題 如果你有本事 你就不用靠那張病假指來保你了 你要別人去保險公司 以前很多人有保險 很多醫生都沒有保險的 始終你都感不到公平的競爭 你有本事 在一個公平資訊開放的社會 你就應該找到你那條路 你就不應該要別人去保護你 你就不應該拿牌照去保護你 我明白你說那個 但其實呢 最好受到一個保障 最好是有一個政策 真真正正去實行 我們才可以真的受到這個保障 才能夠百花齊放 大家都可以去 市民可以各自去選擇 他想要看的醫生 我們也提出這樣的解決方案 如果大家有更加好的 你講不出來 為甚麼會更加好 你告訴我你為甚麼會更加好 好的 讓我說幾句吧 你的理想是非常偉大 非常難得 如果香港特首有來做 我百分之百支持你 但是可惜 香港特首的 觀念 他的目標 他的想像 不是跟你所講的話一樣的 所以你說很簡單 根本不簡單 我們理想也希望這樣做 目標也是希望實現這個目標 如果想像你所講 OK 不用講了 就是這樣做 我們做下去就犯法 只要判刑就要作見了 你沒有可能 把我們變到那個 法庭百分之百贏的他 這是一個實際的問題 我現在不是說 你去做這些去犯法 我說這個解決方案 令到香港的法律改造之下 就可以做到 這個主觀願望 當然是主觀 你們沒有人說的 過去都是主觀願望 問題不是主觀願望 如果你主觀願望 解決到香港問題 就香港人要去做 香港人在這個腹部做這件事 每個人想起都是主觀的 客觀願望 最可惜我們香港的眾議院 不團結 各自為政 不要說別人 說你自己 你自己想到一件事 我們希望眾議院 一定要團結 在一起 很多共同的目標 才有方法實現 過去人類失敗 過去人類失敗 就說團結就是力量 你如果說這件事 你就頭痛了 你會怎樣 你會看左看右看 後面有沒有人跟著你 我們的身價口號 一切由自己開始 關鍵在我手 如果你能夠明白 有這麼簡單的道理 世界上很多問題 都是很容易解決的 因為關鍵在乎你 不是特首怎麼幫你 怎麼別人給你 是你做一些事 是這麼簡單 香港出路 經常說是這麼簡單的問題 為什麼我都想不通呢 團結就算了 你就靠別人 當然你控制人類的思想 那政權不在我們手中嗎 在你手中 每一件事 行動就是你 你去走一步就是你 各個人這麼簡單了解這個道理 地球的問題很快就解決了 我們有權 我們一定這樣做 是啊 香港你有權的 你有權說這件事 你有權呼籲人 你有權把你的解決方案給別人看 讓別人了解 你有權叫別人 在這麼簡單的解決方案 你就走一步 香港自由的社會 是絕對有權這樣做的 不要一個藉口 你肯做事 自己一切在我手中 不是靠別人 大家了解這個簡單的道理 什麼問題很快就解決了 希望爭特首 希望這個政府 聽到現在我們這個網上電台 阿袁醫生這樣去發表 他現在的 是的這個意見 這麼好的方法 是的 希望真是會是 讓我們可以每一個人 都可以去發揮我們的所長 是的 可以去做回我們 真是幫到市民的健康 OK 我們時間都大家都 講了過半小時了 OK 好啦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OK 好啦 下次 謝謝大家收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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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謝謝 感谢观看